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高分被介紹 出燈場的城市中似乎有些腼腆 一站上臺 自態放軟 親切語言征服自家人 城市中的高人氣從粉絲人數也看得出來 臉書粉絲頁上線短短不到一天 已經近十萬追蹤 還獲得懶勾勾 創下政治人物紀錄 不過他首篇發文提到 臺北這個城市停滯太久 讓現任市長怒火中燒 你說臺北停滯 你就具體的說明 哪個地方做不好 哪個地方停滯 請他很具體的提出來 我回去再看一看 能改進就改進 就這樣 但是不要用那個形容詞 對 我想說停滯太久了 我想這是一句充滿不捨的話 當一個市民對於臺北市的一個不捨 我覺得臺北市值得更好的對待 值得更多的進步 回應批評 不運不火 選戰倒數不到一百四十天 守住臺灣疫情兩年的指揮官 階段性任務達成 要轉戰首都市長 傳出規劃邀請前副總統陳建仁擔任進總主委 立委吳思瑤當總幹事 民進黨定調 雙北中榮組合要團結作戰 並捐作戰 雙北雙箭頭 綠營雙北市長選將就位 民進黨周三將召開終止會通過提名 選戰瞬間加溫 節奏越打越快 好 這個很多選民可能期待很久 終於這個龍中配成型了 臺北市的部分呢 最後是由衛福部長陳時中要來批戰袍上陣了 我先來請教一下青皇哥 昨天看起來這個場面氣勢非常好 大家都說 哇 這個起手勢看起來很漂亮 而且馬上呢就秀到這個選戰的煙燒味 因為國民黨還有柯文哲這邊全部都動起來 要來圍攻陳時中了喔 蔣外呢一聽到陳時中要出來 馬上說 這個時間點離開喔 阿中部長這是落跑不是榮譽喔 還說陳時中喔 是史上第一位落跑的指揮官喔 人家阿中部長說 這個責任來 他就扛啊 因為台北這個城市停滯太久了 黃珊珊也不甘示弱喔 說 隔行如隔山啦 意思就是說你不對啦 你都沒有花時間好好認識這座城市 哇 現在藍白都動起來囉 青皇哥 所以從剛剛這些話裡面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煙燒味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喔 從陳時中和林佳龍這兩位的市長的被提名人的事情 你可以看出一個味道在裡面 什麼味道在裡面 民進黨的基層 基本上等很久的味道在裡面啦 焦慮感的抒發 終於有出口啦 現在你看昆成笑成這樣就知道了 因為民進黨的基層其實好一段時間 民進黨的基層好一段時間在等的就是到底是哪兩個人在雙北要帶頭打仗啦 所以呢 當陳時中跟林佳龍一確定的時候呢 對於民進黨的這兩位候選人的網路聲量衝的非常的快 衝的有多快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網路上的數據喔 我先給你看總比數的部分喔 你看喔 在三個候選人 這個是台北市市長的部分喔 綠色是陳時中的線喔 藍色是蔣萬安的線 橘色是黃珊珊的線 你有沒有發現綠色的衝的非常的高 即便呢 在7月10號到11號稍微下來一點 但是跟7月9號相比 仍然是屬於相當高的數字 還是贏別人很多的 還是贏非常的多 然後呢 第二名是黃珊珊 第三名是蔣萬安 這個是在台北市的部分 那我們給大家看新北市的部分 這是新北市的部分 綠色是林佳龍 藍色是侯友宜 然後呢 另外一個顏色呢 是蔡壁如 我們假定他有可能會參選 因為昨天到今天 一直有風聲說他可能會選 聽說是柯文哲想要見縫插針啦 說這個侯友宜遇到恩恩安 讓柯文哲覺得 哎呦 雞不可思啊 這樣子可以有推母雞 帶小雞的空間 所以呢 蔡壁如有可能會選 可是 你從裡面的聲量看得出來 這個林佳龍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他低點是在7月7號左右 其實很低 林佳龍在7月7號左右 跟侯友宜和蔡壁如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在宣布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到7月10號左右 拉得這麼高 然後呢 贏得很高 然後第二名是侯友宜 但是相差仍然非常的大 然後第三名是蔡壁如 所以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說 在民進黨的兩個候選人宣布之後 在網路上的趨勢 其實很明顯衝很高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看參考另外一個數字 就是Google Trend的數字 因為你會對一個候選人好奇 你才會把他的名字打到Google關鍵字裡面去 去試著搜尋看看 所以你看從Google來比較一下 先看台北市的部分 台北市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藍色是陳時中 紅色是蔣萬安 黃色是黃珊珊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陳時中也是很明顯的 比那個黃色和紅色的線來得高很多 所以在陳時中的部分 很明顯在Google Trend裡面 你要想說大家認識陳時中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大家認識陳時中 已經是超過900天了 陳時中在整個疫情期間 每天這樣開記者會主持超過900天 他對一般的這個民眾來講 不是什麼陌生人 不需要特別搜尋他 可是你看喔 在他宣布參選之後呢 還是有民眾會有興趣 要去Google陳時中這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的熱度有多高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陳時中的網路的這個粉絲業成立的時候 才短短24小時就破了87000人 現在人數還在往上衝 這速度真的相當的快 因為你要看蔣萬安跟這個黃珊珊 都是經營了好幾年 才有20幾萬的粉絲的數量 可是你看這個陳時中才24小時而已 就衝到8萬多 這只能說這個之前陳時中的支持者壓抑太久了 當他一旦成立的時候呢 就馬上爆發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台北市結束 再來看新北市的部分 新北市的部分來帶大家看一下 藍色的部分是林佳龍的部分 紅色是侯友宜的部分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林佳龍的部分在過去這幾天 還是比侯友宜討論度來得高喔 當然我是很好奇啦 侯友宜是不是覺得在NN案的壓力之下呢 要避一下風頭啦 所以特別把自己的藍物聲量壓得比較低 所以你看在Google關鍵字 搜尋林佳龍的人數還是比較多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光是從網路的部分呢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在氣勢跟起手勢上面呢 陳時中跟林佳龍算是打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那後面呢 我也陸陸續續有發現就是說 在台北跟新北的基層 這可能昆城跟蘇培很清楚 兩邊的基層呢 其實都也急著要跟兩隻母雞去做整合啦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更快跟市政去做銜接 跟地方去做銜接 那再加上 你會發現林佳龍跟這個 林佳龍跟陳時中都有個特質啊 什麼特質呢 他們都是屬於很能夠跟人家搬亂高背的人 尤其是陳時中 這才厲害 所以他到台北市去走基層 我相信他跟蘇培他們去跑基層的時候呢 這個跑的速度 拓展的速度應該是會很快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當民進黨這邊確定了之後呢 看起來第一步是先確定下來 第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基本盤的焦慮感 終於得到疏解 有出口了 有出口之後呢 基本盤穩住了之後呢 大家開始進到選戰的節奏裡面 看各項議題一項一項打下去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你要叫他落跑指揮官也可以啦 你要叫他說他沒有好好認識的城市也可以啦 反正現在大家進入選戰裡面的時候 誰是能夠最適合帶領這個城市 有美好的願景的 誰就值得選民去肯定他 好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喔 在帶給市民願景上面 現在幾個候選人 都還沒有很明確拉出自己的訴求跟主張 因為像蔣萬安所提出來的 這個你家台北等於無限這件事情呢 看起來我覺得對一般選民來講 也不是那麼容易能懂你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呢 在其他另外兩位候選人來講 感覺到目前為止 還需要等出更明確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說這場選戰呢 候選人定下來了 現在看起來是綠營這一邊呢 支持者大家都嗨起來了 就是已經確定是誰了 接下來就要等的是什麼 接下來就要等的 就是開始要進入到真正選戰的部分 來比市政的部分到底誰比較熟 所以在這裡呢 你會發現 這個對於蔣萬安跟對於這個侯尾宇來講 各自隱憂不一樣 對於蔣萬安來講呢 他現在面對的隱憂是誰 很明顯就是黃珊珊嘛 他跟黃珊珊的進和問題 就是他在台北市選舉的一個很大的隱憂 但是對侯尾宇來講 隱憂是什麼 他的隱憂啊 今天我看林佳朗已經開始在打了 就是恩恩安 因為恩恩安 那81分鐘 那消失的81分鐘 讓恩恩失去那麼一條兩歲的小生命 這一件事情 各位不要忘記 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 截至目前為止 仍然不願意給完整的真相 所以這件事對於侯友宜來講 其實他就是啊 就好像喉嚨裡面 哽了一隻魚刺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對他來講呢 這個其實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再加上案子進到監察院去 監察院什麼時候會有個結果 或是有個初步的調查出來 這個其實對他來說呢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選戰的步調現在真的越來越快了 這個基層的聲音 舒培議員想了解啊 這兩天是不是民進黨 尤其台北市的基層 是不是真的都很High呢 昨天看到這個阿中部長來參加 這個是貿難議員擔任黨部主委的就職典禮嘛 裡面可以看到大家真的都很開心的啦 尤其陳時中告訴大家 責任來他就扛啦 因為他看到台北市的發展停滯很久了 但是柯文哲真想起 他說不然你做不好 你就拿出來說 具體說說看嘛 柯文哲真想起哦 議員 柯文哲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家跟他講 他也聽不進去嘛 所以他到現在他能夠反駁的方法就是 不然你說看看嘛 你說看看 我就說給你聽了 台北市捷運在柯文哲任內擔任八年的市長 有沒有哪一條現在正在新間 有沒有哪一條發包出去的 都沒有呢 他自己規劃 自己蓋 自己發包的 柯文哲完全沒有 現在我的選區所等的環 這個環狀縣 南環跟北環段 全部發包不出去 我告訴你 這就是市政的停滯 包含社宅 你過去告訴我們 八年你要蓋五萬戶 結果現在咧 兩萬戶蓋不到 現在柯文哲還說 我為了不再留子孫 社宅我要停下來想想看等等看 但是台北市民最期待 最需要的就是社宅 不然我們的年輕人根本買不起台北的房子啊 根本在台北市租不起房子啊 所以我們的人口一直外流啊 我們的人口從原本280萬 現在已經掉到250萬 如果黃珊珊辭掉副市長 我們還不能第三位的副市長咧 台北市的市民用腳投票 柯文哲你沒看到嗎 都離開你所主導 所主政的 台北市 你沒看到嗎 你眼睛都壞掉了嗎 對不對 然後滿意度就不用講了吧 滿意度是22個縣市最差耶 你都調查過耶 議員 不是六都最差而已還是22個縣市 我們屬於台東發連這個 預算很少很少的縣市呢 你知不知道害羞啊 你還敢在那邊跟人家講說我哪有停滯 我告訴你 選民告訴你 台北市民用民調告訴你 柯文哲告訴我們是什麼 是台北市民不知好歹啦 人在福中不知福啦 所以啊 我覺得阿中部長 他為什麼有資格這樣講 他過去 他很客氣啊 他說他沒有選舉過 他是行手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阿中部長扛轎已經扛了20幾年了 這一次是他第一次坐轎 他陌生的是坐在轎上讓大家扛 但他在轎子底下扛了大家扛了有多久 包含我 我在兩 我在這個八年前第一次選 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阿中部長是資深的牙醫師公會的幹部啊 你知道他也要跟我報三天耶 他要跟我幫我台安文山所有的牙醫師 他都把我揪揪的苦苦耶 不是只有我而已耶 是全台北市民進黨的市長 包含柯文哲柯市長 你當時在八年前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你的牙醫師公會誰跟你揪的 就是陳時中啊 他就是跟你扛教的人啊 所以他對於坐教不熟 但他扛教很熟 所以我們在這個禮拜天選對會 確定提出陳時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他確實是我們期待中的人選 為什麼我們期待他 台北市在過去的八年 台北市身為首都已經失去光榮非常久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北市市長 我們台北市每一次登上媒體的版面 就是柯文哲失言 就是市長失言 要不然就是市長尖酸刻薄的講話 然後又有這個失言的方式 然後讓這個台北市的整個市政上了媒體版面 然後大家一直在罵我們的市長 我覺得我們整個市已經失去的光榮非常久 所以台北市我們不缺乏資源 我們一年有一千七八百億的預算 如何把這些預算讓首都更好 在過去的八年 甚至在包含好龍斌 包含馬英九 我們都看不到 因為他們都是釣車輛 我們的預算雖然有 但有沒有運用的更好 判不到 那陳時中陳部長他有一個特質 就像他所說的 他的人格最大的特質就是合作 他認為唯有合作 才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 那因為他有高EQ 他是一個溫暖的人 我們也期待他在帶領台北市的狀況底下 能夠讓台北市能夠重返首都的光榮 禮拜天的時候 我有跟這個行政院書政昌院長 還有這個陳時中部長 一起到我的選區 去看一個即將要蓋的社宅 在那裡面的時候 阿中部長就說 他是衛福部 為什麼他要去參加這個營建署的 這個社宅的開工 他說因為社宅裡面 要讓社宅變好 就要有長照 就要有日託 要照顧老還要照顧小 而衛福部就是跟大家合作 在這樣子的社宅裡面 能夠看到他的需求 然後去刑檢 我覺得這就是台北市急迫需要的 而不是一個傲慢 驕傲 然後覺得自己很聰明 智商很高 完全不知道台北市市民在不滿什麼 也看不見台北市民用腳投票 都認為自己是最好的市長 我覺得台北市民真的受夠了 所以我們也期待陳時中 陳部長 這個他的指揮官的任務 馬上告一段落之後 能夠投入選舉 那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都在這個民眾黨 國民黨 都說陳時中落跑 我要跟大家講 中央就是民進黨在執政 民進黨人才積極 包含昆城議員 你看他們今年沒有選舉 馬上被延攬到我們中央黨 不去當發言人 因為他對市政非常非常的了解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在不同時間 扮演不同的角色 今年年底台北市市長就是陳時中 陳時中就要扮演這個好角色 在兩年前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雖然指揮官當時如果依法規定的話 應該是蘇貞昌蘇院長來擔任 但我們認為陳時中是最適合的人選 而他扮演的也很好 在全世界的防疫 跟全世界的各個國家比較起來 台北市的防疫是做的是好的 成績是可以亮眼的 是讓全世界都舉起大拇指的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所以每一個政治人物 每一個民進黨的每一個黨員 或者每一個被黨賦予任務的人 在每一個時間點 就是要扮演好那個角色 所以沒有任何落跑的問題 我也要講 如果民眾黨跟國民黨 現在離選舉 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你要怕陳時中只有一個 落跑來講的話 只有落跑可以打他的話 我覺得這個選舉 也真的是太無聊了 尤其如果要打陳時中落跑 這個自己如果有職務的 可能要趕快洗洗 這可能也是很傷腦筋 現在大概就明天 大概大家預計 禮拜三小英總統 就會正式徵招陳時中了 好那現在整個局勢 越來越明朗啦 撒卡多的形勢 我看起來 我現在想到的緊張 的空間就是各民黨了 我們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關心